台湾想要提升国际能见度 唯一正确的途径就是早日实现两岸统一 有强大组国座依靠台湾的发展空间才会更大 在国际上腰杆才会更硬 底气才会更足 日前有民进党当局官员向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组织方投诉称 购票系统没有将台湾单独列出来的选项 16号台外事部门发布消息称 组织方已将台湾单独列出 岛内绿梅对此大肆炒作 仿佛赢得了一场外事关系的大胜仗 卡塔尔世界杯是全世界球迷的一次盛会 本身与政治没有多大关系 卡塔尔世界杯官员曾表示 欢迎全球各地的球迷到场 本届世界杯所设计的球迷易卡通 主要作用是为了识别球迷身份 为方便通行起见 球迷易卡通也可以作为前往卡塔尔的入境停证 实际上此前有媒体记者了解到 在该应用程序中 中国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都是单独列出来的 如今中国台湾地区单独列出 又能证明什么呢 说到底民进党当局 接地区名称找茬声势 无非是想在国际场合进行谋独挑衅 提升所谓台湾的国际能见度 但问题是民进党当局若想让台湾被世界看见 那就应该遵循这个世界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这其中就包含了一项重要共识 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如果民进党当局为了所谓大内宣 不断在国际活动中碰瓷而刷存在感 恐怕台湾不是被国际看见 而是被国际社会笑话 我们要正告民进党当局 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 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争取完成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 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逆历史潮流 出卖中华民族利益 损害台湾民众利益 彻底失败是早晚的事 更不会有国际市场 这是当下的现实 更是不变的事实 台湾想要提升国际能见度 唯一正确的途径就是早日实现两岸统一 有强大祖国做依靠 台湾的发展空间才会更大 在国际上腰杆才会更硬 底气才会更足